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八讲 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那我们上一讲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Linux系统命令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主要讲解的是命令行的一个编辑 它的一个格式要求,语法要求,以及在命令行里面别名的一个使用 好,那有了这两个部分的一个介绍以后呢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关于Share的命令这个主体部分了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Share的特殊制服 就是在Share里面,在Share的命令里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特殊制服 那这些特殊制服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我们说有通配服,通配服呢有三种 一种是心号,一种是问号,一种是这种翻括号 这是Share的特殊制服的第一个通配服 那心号,问号,翻括号分别代表什么呢 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先说心号 心号它是在这个命令里面,它是可以通配零个或者多个制服 而问号呢,它是通配任意单个制服 而这个翻括号呢,它是通配某个范围内的任意制服 那么我们呢,可以在这个无邦图这个里面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它的一个使用 有了这个通配服呢,使得我们的命令呢 这个使用的时候呢,更加的这个灵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无邦图的这个操作系统把它起起来 起起来以后呢,我们还是要进入到这个命令行模式 进入到命令行模式以后,我们就来使用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通配服 它在我们这个命令里面的一个使用 就是第一个特殊制服通配服 有三个,心号,问号和这个方括号 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登录一下还是 登录以后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命令窗口去 好,我们登录,在命令窗口重新登录一下 OK,那现在呢,我们是在用户主目录下边 对吧,那么我们先到我们的歌目录上面 我们先去看一下歌目录上面 有这样的一些文件夹,对吧 而在这些文件夹里面呢,你可以看到 它有这样的一些名字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查询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查询 这有两个,一个是media,一个是mnt 对吧,如果我要查询以m开头的文件 或者文件夹,那我可以怎么做 我就可以用我们的通配服 lsm信号 对吧,信号可以通配任意 任一个字符嘛,对吧,灵格或任一个字符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只列出以m开头的文件 加,以及文件夹下面的指文,指文件夹和目录 那指文件和指文件夹,对吧 啊,这就是m开头的所有的文件和指目录 啊,那如果我想要列出这个里面 以,以什么 以b开头的呢 那我是不是就是b型号啊 看,对吧,有bin 还有boot,对吧 啊,好,那如果 我是想什么 想列出以3结尾的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方 哦,列出这个以t结尾的呢 这里面有很多以t结尾的,对吧 那我就可以信 t 对吧,你看就有boot和mt 还有opt,对吧 ok,这是通配服 信号啊 那问号呢,我们说 它是通配一个字符 啊,通配一个字符 那比如说我是想 列出 当前目录有这样的一些结构 那么如果我是想列出什么 列出我们的第一个字符 是s的第一个字符 是,呃 列出这个第二个字符 是i,呃,列出这个 嗯 比如说列出这个 新,呃,列出这个以b开头 然后呢 嗯,我看一下我们怎么来做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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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如说我想列出以 r开头 然后呢 有三个啊 然后通配两个单页的字符 就是名字 是三个 名字一共是三个字符的 扬二开头的 文件 目录 和字幕录 对吧 那就有哪些 是不是就只有这个 呃,我们的这个 r什么 run吧 对吧 只有run下边吧 啊 运,运行下边 好 那如果我是想列出 呃,比如说 我是想列出以 重新登录一下啊 突然跳到了外 中端一了 我按到了一个键啊 按到了一个键 好,那么如果我们想要 比如说在根目录下啊 然后呢 我们进入 假设我们进入到这个 闭目录下 啊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了 对吧 那如果我想要列出 以D开头 然后只有两个字符 啊 就列出当前目录下 所有以D开头 并且只有两个字符的 名字的 文件和字幕录 这就有DD和DF啊 啊 DD和DF 两个 啊 好,这是 通配一个 那方括号怎么用啊 啊 方括号我们可以 这个 列出 比如说某个范围的 比如说我列出 RSO列出 B 到F范围 然后第二个字母呢 是B的 然后后面可以 任意一个字符的 对吧 列出当前目录中 第一个字符是 B到F之间的某一个字符哦 并且后面紧跟一个字符B 后面可以是若干个字符 作为名字的 这样的目录和文件 对吧 你看就有这两个吧 啊 那是B和F之间呢 如果我们是用 FF 这个呢 FF 这个呢 然后呢 我们通配任意一个字符 啊 那么这个就会列出什么 然后呢 我又 这个 有包含A和通配一个 这样的一个 列出 当前目录中 第一个字符 是小F 或者是大F 而 后面可以通配任意一个 然后后面 以A 字符和通配一个 推后面跟任意一个字符 最后以C 结尾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文件和字符录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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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 简单一点 如果是小F和大F呢 你看是不是有 小F有 对吧 OK 啊 那么这两种用法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指的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就是小F或者是大F都可以 都可以 好 这是我们的通配符 啊 通配符 那除了通配符呢 还有一个特殊字符呢 是分号 那分号呢 我们说它是可以用来执行多条命令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想要执行这个什么 我想要执行CD到我的用户主目录 然后我又想查看一下用户主目录上面的文件和目录 对吧 首先它就会到用户主目录 并且给出查看这样的信息 当然你也可以打印当前工作目录 然后查看当前工作目录 对吧 你看这两条结果 第一条结果是显示当前工作目录和查看当前工作目录的文件和这个直目录 对吧 好 好 那么第三类啊 特殊字符呢 我们叫做输入输出从立项 那么它有三个常用的 第一个是一个监控号 是大于大于方向的监控号 小于方向监控号 两个大于方向的监控号 那么输出从立项呢 包含两个 一个是一个大于监控号 一个两个大于监控号 这两个呢 都是输出从立项 所谓输出从立项 就是说将一个命令的输出 并不是输出到原来标准的输出屏幕 而是可以输出到命令 输出到这个文件中 那一个监控号呢 是将一个命令的输出 放入文件而非屏幕 而两个监控号呢 也是只是说两个监控号 在输出的时候 它不会把原来文件内容覆盖 而是在原来文件中追加 输入从立项呢 就是说我们将输入 并不是从标准输入 并不是从标准的设备键盘输入 可以从文件 或者其他命令输入 那我们可以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比如说我现在呢 要把PWD PW 这个要把我们的PWD的内容 输出到哪呢 输出到命令.txt 对吧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PWD 原来是在屏幕上显示 现在不是在屏幕上显示 对吧 已经把结果放到这个文件中 放到这个文件中 那我们怎么来知道 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用 后面我们也会讲这个CAT 它是查看文件内容 你看 这个文件内容 一查看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当前工作目录 对吧 当前工作目录 所以它是输入到这个里面 如果说我们还要将 当前这个命令的结果 输入到命令.txt OK 好 那么我现在再查看一下 你看原来的什么 原来的那个 当前工作目录 是不是就没有了 只显示的是 当前目录下面的文件 怎么录 对不对 就是说原来文件被覆盖了 那如果我不想覆盖呢 比如说我还要重新 再将PWD的 这个结果放到这个文件 那么我就可以用两个 追加 追加方式到这个文件中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查看一下 这个文件 你可以看 前面的文件和纸目录 就没有被什么 没有被覆盖 对吧 然后后面追加了一个啥 是不是追加了一个 当前工作目录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输出重定项 那输入重定项呢 就是非标准的输入 比如说我们可以什么 我们可以用这个CAT命令 将什么 将命令.txt 我们刚才建的这个文件 作为什么 作为它的输入 然后把它输出到 命令1 命令2.txt 那这个命令是干什么 这个命令就是将 CAT 它会将命令1.txt 文件的内容 通过CAT显示的内容 并没有输出到屏幕上 而是放到了命令2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现在命令2的txt 是不是跟命令1是一模一样的内容 你可以看到 一模一样吧 这相当于是在干啥 是不是相当于是在拷贝文件了 那后面我们会专门讲这个拷贝 这是输入重定项 输入重定项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输出 输入重定项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字符 就是这个管道符 管道符呢 我们说它是将一个进程的输出 作为另一个进程的输入 这个符号 那我们可以简单演示一下 比如说 我们将 ls-l 什么 查看etc是我们的配置目录 将这个命令的结果 我用这个命令 more more是什么more 我们后面会讲 它是一个分页显示 分页显示 那么它就会将ls-l 我们以前没有这个管道符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会直接显示出 在屏幕上显示出 etc下面的所有的文件 以长格式列表 对吧 那现在如果我 按照 这个命令的结果 把它作为more命令的输入 那么我可以看一下它怎么做 more是分屏显示 你看它就会不会分页 看到了吗 它就没有一下显示完 你看显示一页以后 它就停停下来了 然后你可以按空格子 显示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第五页 第六页 第七页 一直到结束 对吧 那么你也可以干什么 你也可以将刚才我们这个内容 把它怎么样 是不是把它送到我们的cat 对吧 是不是也cat就显示啊 直接显示啊 对吧 作为另外一个命令的这个输入 说白了 说白了 它就是将前面一个命令执行结果 给到后一个命令 作为后一个命令的什么 输入 对吧 好 sino dv-dv-n-u-l-l-aru 你看 它就不显示就是空的 它是个空设备文件 在Linux系统中 我们说任何都是一个文件 设备也是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设备目录 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设备目录 你看这个设备目录里面 都是很多一些设备 不同的文件名指定的不同的设备 像这个里面的CD-ROM 曼光区 对吧 终端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 DISK 磁盘 然后STD 有这个 STD-IN 标准的输入设备 STD-OUT 标准的输入设备 实际上这个就是屏幕 标准的输入设备键盘 如果你想要通过标准输入设备键盘 输入直到文件中 怎么做 你想通过标准的输入设备输入直到文件中 你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用到后面我们要用到那个拷贝命名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拷贝 拷贝我设备下面的STD-IN标准输入 对吧 然后呢到文件里面去 也就是说我要将标准输入的内容放到这个 TXT.TXT文件中 那样它就会等待你输入 比如说我们输入 Hello Welcome OK 我一会这个要结束输入怎么办 Ctrl D 好 然后 输入完毕以后 我们看出D 对吧 结束输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这个文件 先看一下这个文件 TXT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文件 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输入的内容 Hello Welcome 对吧 我最后有个Welcome 我没有回车嘛 对不对 OK 那如果你是想要将标准输入的内容 显示在屏幕上呢 你就可以用CAT 因为CAT就是用来显示的 那你比如说你输WG 你回车你看 它就显示在屏幕上了 对吧 输入一个显示一个 就两个 对吧 显示键盘的内容 那如果你想要 这个 查看 当前屏幕上的 对吧 你想要查看 显示出屏幕上的内容 你可以用CAT 标准输出 然后你 你在屏幕上 你输出 它就显示一个 输出一个 就显示一个 对吧 OK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 关于管道 出入屏幕上 以及在这个里面 我们提到了一些标准输入 标准输出 如何将结果抛弃掉 对吧 如何进行 接收键盘的输入到文件 接收键盘输入到屏幕 或者显示屏幕的输入 对吧 好 那么讲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主要的一些特殊字符 我们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还剩下的 这个这三个呢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来讲 这个百分号呢 主要后面我们会讲到 作为控制的时候会用 而且 C谢有的提示符 也是百分号 Dollar呢 Base有的提示符 然后呢 Dollar在后面我们会讲到 它可以用来取某一列的值 或者是取变量的值 而这个符号呢 我们比较 比较简单 这个符号代表的是 用户主目录 我们在这个操作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在你看这个大栏前面 有一个什么 这个符号 是吧 这个就表示我当前目录 是用户主目录 是我自己的这个目录 OK 好 那么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 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要掌握我们的特殊字符 通辈符 多条执行 多条命令 输出同地项 以及管道符的一个使用 那在管道符里面 我们讲的稍微多一些 对吧 提到了标准输出设备 通过设备输入 通过设备输出 对吧 然后呢 如何将输入 重定向 管道呢 也给大家讲了一讲 对吧 它是一个进程的输出 作为另一个进程的输入 好了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 再见 对吧